嗨,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上市厨房 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是一款全麦全素面包 这款面包少油,少盐,少糖 可以说适合大多数人 而且制作方法极其简单易学 下面先来和面 温水200克,温度接近于室内温度 油20克 就用平时我们的炒菜油就可以 10克白糖 这么少的白糖主要目的是为了激活酵母 再加一瓶子盐,也就是一小撮 5克酵母粉 300克全麦面粉 这种面粉,酥皮也被粉碎在里面 所以颜色比较重 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在一起 我是用面包机来和面 没有面包机,用手和当然也可以 用面包机就比较省事儿 从糊面到发面一次性完成 总共用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以后面发成蜂窝状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不用使劲揉面来排气 轻轻按扁就可以 按成一个大片以后沿着一侧卷起 卷好以后再次压扁 压扁以后从长的一端再次卷起 这样面包的形状就基本形成了 两端不够整齐规则 就把它合拢在一起压到下面 形状整理好以后 放到铺好烤盘纸的烤盘上 用一把锋利的刀 在面包上斜切三个口作为装饰 用筛子均匀地撒上一些干面粉 这时候需要做一个二次醒发 大约时间是20分钟 烤箱提前预热到华氏360度 烤25-30分钟 烤好以后 面包拿在手里感觉比较轻 表面是脆的 而内部是非常喧软 看看里面这种均匀的海绵状结构 就知道我说的不假 这款全素粗粮面包作为主食面包 就再好不过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上市书房 我们下次再见